好,有請蔣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其實今天從早上9點多一直到現在 我們已經聽了很多人力的問題 我相信現在的人力不足的問題 其實是已經蠻嚴重的 但是我覺得更可怕的是在2030年到2045年 在15年後跟30年後的這個時間 台灣的這個長期照顧的這個人力狀況 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我覺得這是更可怕的事情 因為其實從上禮拜我講醫生的那個問題 那到這禮拜昨天我在院會 我跟我們張院長這邊就叫 就是我們消防員跟警察的人力問題 那這些族群 他都是在守護台灣人民健康的一些族群 那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現階段我們警察的人力跟消防員的人力 跟醫生的人力的不足的狀況 造成我們現在人民多少的一些負擔 所以我比較關心的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樣的問題 已經這麼嚴重了 那接下來這些時間 我們到底要做些什麼 我們才能讓15年後30年後 能夠不要有現在這些問題的產生 所以我覺得在處理這種人力的問題 必須要遠見也要有長遠的規劃 那以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其實都講得非常詳細 不管是衛福部或是勞動部這邊 都已經講出了說 我們現在其實我們台灣人願意投入 這個長期照顧的這樣的人 其實非常的少 比例非常的低 那你們也知道說 是因為整個就業環境不好所造成的 好 那你們也提出了一些你們的改善措施 OK 這些裡面都有 那我想請問部長 我想知道一些比較具體的 就是現在我們的這個奔基的照顧服務員 他的每個月的平均限制是多少錢 其實這個我個人是有經驗的啦 這個因為我過去幾年 我們家裡都有長輩需要照顧 當時我要請人的時候 坦白的說 本級的我要大概一個月至少花六萬塊 才請得到本級的 還不容易找到了 好 所以那是在 部長您在請的時候一天兩千塊 剛剛我們前面委員有講 好 但是如果說我們現在的這個照顧服務員 以你們報告裡面寫的大概兩萬多塊 對 但是反正就是零零總總加一加不到三萬塊 好 那我希望知道的是說 我們未來中期跟長期 我們希望為這些服務員 他的平均薪資提升到多少 這樣的規劃你們有做了嗎 這個目前如果說我們有沒有討論過 我們的確討論過 那我們希望提升 至少我自己的期望 這個當然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 我覺得至少要三字頭以上 以月薪來看 不過這個刺激到了經費的問題 目前真的是沒有這樣子的財源能夠溢注 好 那我想要跟部長說的是 如果今天你沒有讓所有要投入這個產業的人看到前景 那這些人就不會投入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說 你要怎麼為這些人創造一個就業的前景 就是他投入這樣的產業 他未來在十幾年後 他會可以拿到什麼樣的福利 然後他在這邊他可以有多少的薪資 你這要讓這些人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沒有讓他看得到 這些人為什麼要投入這麼辛苦的行業 那他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衛福部能夠盡速的把這個 你未來幾年可能三年五年中期長期 你未來希望幫他們的薪資做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提升的規劃 我覺得這要盡速的做出來 那當然我會說 我們這個世代 30出頭稅的這個世代 未來在照顧的這個問題上面 會遇到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年輕人在十幾年後 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好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讓這一群人 因為未來我們這一群人 也是在這個產業裡面 投入比重會非常高的一群人 那我們怎麼樣 讓這些年輕人可以投入 那這部分我想要請我們紅道 老人服務經紀會的執行長 好 林茵瑩幫我們說明一下 好 請林執行長 主席 各位先進好 那這三年其實我們投入了那個 O-1走中式的照顧服務 那在因為紅道其實已經十幾年做居家服務 那都是聘用時薪制的照顧服務員 那這三年的整個實驗 我們改用月薪 那就是用三萬塊的薪資來聘僱 所謂的照顧服務員 給他們一個職稱是叫照顧秘書 那這樣的一個薪資條件跟不同的職稱 還有他們的一個致癌發展 後來我們發現我們其實大量吸引了年輕人 我們原本其實年輕人願意投入我們這個行列 一直以來都不到2% 可是這三年來我們已經提升到20% 成長了10倍 而且來自各大專院校 社工系 護理系 相關科系 甚至飛翔文科系我們都有培訓他們 最近我們彰化福星偏鄉來了一對 就是那個賣客雞排的那個老闆 年輕人他把店頂讓給別人 那老闆跟他的員工都自己去受照顧員的培訓 進到我們這樣的一個領域 所以我覺得其實已經真的找到方法 讓年輕人進來 那在這個那當然一個是薪資 但是我覺得留住他們長久 事實上還是那個專業 照顧專業的整個提升 比如說失智症的專業 那譬如建築的專業 我們有個台中老造系的 台中科大老造系的學生 他其實一兩年前他來做造密 那大學比進來 那他後來已經被評選到日本研修 今年六月回來 所以他今年其實回來才二四二五而已 所以其實他們因為這樣的投入 這樣的照顧服務 現在其實也可以成為一個失智症的專家 那這樣的他這樣的model 事實上吸引他的學妹 學弟妹 還有同班同學都進來 所以我覺得兩大 一個是薪資直來發展 另外一個是照顧專業 事實上就可以留住年輕人 那但是因為月薪制的這樣的一個推動 其實相對應社福部 衛福部這邊的那個政策 事實上要有一個很大的調整是 是要從時速補助 改成潤人記仇 就是不能用潤量記仇這樣的補助方式 不然我們做月薪反而被懲罰 會被空空家家陷得很爽 所以這個是潤人記仇的推動 我想是未來是首要來幫助這個月薪推動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以上謝謝 那部長這邊我們執行長有提到 執行長先請留步一下 等一下還有問題想要請教你 好那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本級的部分 那再來我要討論就是我們外籍的這個照顧員 外籍看護工的部分 那其實我昨天在院會也跟院長討論過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剛剛說我們請一個外籍的看護工兩萬多塊兩萬塊左右 但是我們請一個台灣的部長家裡要六七萬塊 好那其實實際上外籍的看護工是什麼都要做 雖然法令與法不合 但是它是什麼都要做包山包海 所以其實外籍看護工的它的勞動條件是非常差的 實際在線上的一個狀況是這樣子的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我們現在的這個傳席服務 我們是把就是聘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是排除在外的 除了一個條件之外 我們是現在把它排除在外的 我想要問一下喔 我們是依據什麼樣的理由把它們排除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部長簡單的說明就好 我們是不是這樣子變相告訴社會說 我們的外籍看護工不需要休假 嗯 是不是請 請趙護士來說 在我們新的規劃裡面 這個有讓可以喘息 可以來申請這個 在空窗期一個月 它可以來使用我們的這個資源 只有空窗期一個月 但如果它沒有空窗期的時候 其實外勞的聘僱家庭 它是沒有辦法申請部署的 其實這是經費的問題啦 我也知道是經費的問題 但是 它會排擠到其他的資源 對 但是這樣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好像就覺得說外勞它就不需要休息 那這個問題我也希望說 衛福部這邊能夠再加以檢討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我們洪道這邊喔 就剛剛我講的 我們針對外勞它在台灣 這個照顧服務的這個條件上面 你們有什麼樣的做法可以提升 我們這三年有參與那個勞動部的外 外籍看護工的外展服務的實驗方案 那這三年其實 因為這樣的聘僱就是洪道聘僱 那我們有住公寓讓他們住 他們不住在家庭 那他們是在社區做走動 共聘的方式 那14名 因你同是可以服務20名的家庭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家家戶戶聘外勞 那這樣的一個聘僱方式 事實上它是符合勞基法 就是他們是月休8天 他們是2008塊 就是符合最低工資的聘僱模式 而且經過我們這樣的一個服務安排 他們一定去做照顧 不會被家庭拿去小吃攤洗碗 或等等的濫用的方式 所以其實它事實上是一個非常 因應台灣現在大量用外勞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讓未來 真的很希望外勞退場的話 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因應方案 而且我在這邊也要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的整個這樣的外籍康務工的聘僱 事實上沒有赤製喔 它其實是可以自己結餘的 那我們 因為O-in-one的走動是照顧服務方案 外籍康務工是只佔其中很小的部分 那它其實是可以自給自主的 那是沒有問題的 那赤製的是總體我們整個O-in-one的方案 那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也要建勤 就是政府這邊事實上可以 把長照私能 長照中心只要評估私能的長輩 它都可以用這個外展服務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家家戶戶 我們評估過一個鄉鎮市區 我可以用30名的台灣人 跟6名的印尼就是外勞 這樣搭配的話 我們服務180個家庭 全區整個鄉鎮市區 它只會用到6位外勞 就會符合大家剛剛一直期待 希望外勞變成所謂補充性能力 所以這個方案也希望 政策環境可以更友善一點 我剛剛講我們有赤製是因為 其實我們有取得許可的資格 但是政府是沒有補助給我們的 我們只是 所以在這樣自己營運下 我們還是可以維持一個平衡 去往這個方面推 那未來當然是怎麼培育更多居服單位來投入 我覺得這是未來的重點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我再補充幾句 那謝謝我們紅道擾人福利經驗會 那我也希望蔣部長能夠 把剛剛就是這邊的一個模式 再加入你們的這個 未來的這個評估跟規劃裡面 那我剛剛講就是我們現在能力不足 但是呢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 就業的這個環境工作的待遇不好 那所以台灣人沒有人要做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靠著剝削外勞 讓他們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是希望說啦 我們衛福部真的要認真去思考 就是這個照顧人力的問題喔 不要就是不斷去剝削外勞 然後去支撐這個搖搖欲墜的這個長照體系 因為這只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在15年後我們會有更悲慘的一個結果 所以請衛福部這邊喔再加進努力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洪慈勇委員的諮詢 接下來我們